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学派应该说是一个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团体 这个团体既是一个科学团体 同时也是一个宗教的团体 这个团体本身 毕达格拉斯学派本身就很好的说明 在古希腊 科学与宗教 当然也包括哲学这三则 是很难严格的区分开来的 那么毕达格拉斯这个团体典型的就具有这三则合一的特点 那么毕达格拉斯本人是早年也是出生在小伊亚西亚 在小伊亚西亚的一个城邦 在一个萨摩斯岛上的一个城邦 萨摩斯一个小岛上的一个城邦 那么他在中年的时候 早年他曾经也识 据说他也识从过 米迪都学派的第二大哲学家阿拉克希曼德 所以他后来提出的 毕达格拉斯提出的数本元素 和阿拉克希曼德之间 阿弥陀之间有着很密切的一种思想上的一种联系 后来毕达格拉斯在中年的时候 由于这个思想原因 由于他的一些政治方面的原因 他开罪了当时萨摩斯这个城邦的建筑统治 所以后来没办法了 由于遭受到迫害 所以他不得不流亡了 逃亡了 就离开了这个小雅西亚 萨摩斯 然后就飘洋过海来到南意大利 然后就在一个叫做克洛顿的一个意大利 南意大利的一个克洛顿城邦定居下来 然后在这个地方就创立了他自己的学派 那么毕达格拉斯这个学派 自从创立在克洛顿这个地方创立以后 这个学派延续了几百年之久 九百多年 一直到罗马帝国的时期 才被基督教被确立为国教以后 这个毕达格拉斯学派才被取缔 因为它是希腊的异教学派 毕达格拉斯学派我们刚才说了 它本身明确的 明显的就带有 把宗教和科学为一体的这样一个特点 毕达格拉斯本人去记载 既是一个伟大的数学家 同时又是一个神秘主义的宗教 教派的创始人 那么他这个宗教教派是受希腊民间 尤其是在南意大利地区 在这个相对比较落后 比较必赛的农业地区 比较发达的一个神秘主义宗教 在希腊也算带有一点邪教性质的 一种神秘主义宗教 叫奥尔夫斯神秘记 那么毕达格拉斯是深受这种奥尔夫斯神秘宗教 神秘记的神秘记事活动的一种影响 因此有人认为毕达格拉斯学派 实际上就是奥尔夫斯神秘记的一个改革者 奥尔夫斯本人就是这个神秘记的一个改革者 正是因为这样 毕达格拉斯所创立的这样一个哲学派别中间 充满了神秘主义的色彩 有很多奇怪的禁忌 比如说他这个学派的人不许吃豆子 不许践踏豆子地 不许吃动物的心脏 甚至不许杀生 不许这个卖过门栓等等等等 有一些很稀奇古怪的一些禁忌 这些禁忌我们理解可能是从 更古老的奥尔夫斯宗教里面 给研习下来的 而且据说毕达格拉斯之史 也跟这些禁忌有关系 据说毕达格拉斯 他的这个学派经常在一块聚会 发表表述一些他们的一套哲学观点 所以在很多地方可能选得有点格格不入 因此开罪了这个克罗顿城邦的一些贵族们 一些有权势的人 于是呢有一次呢 这些有权势人呢 他们就想这个迫害毕达格拉斯 然后趁毕达格拉斯和他们的学生 在一次聚会的时候 他的敌人们 他的政敌们 对手们就包围了他们所聚会的那间房间 后来毕达格拉斯呢 在他的弟子的帮助下逃出了敌人 这些迫害者的 他的对头们的包围 然后呢他本来是有希望逃出去的 结果他在逃跑的过程中 前面有一片斗子地 那么他们这个宗教的一个奇特的禁忌 就是不许践踏斗子 所以毕达格拉斯 宁愿被抓住 最后因此而被敌人杀死 他也不愿意践踏斗子地 所以他的这个知识啊 他的死亡也是跟这一个奇怪的禁忌 当然关于毕达格拉斯呢 我们这主要是讲他的思想 那么毕达格拉斯呢 是一个数本元说的创始者 那么大家知道 这个我们刚才在最初讲的说 古希腊哲学在探讨本元问题的时候 有两个不同的一种思想物术 一判来就是寻找万物的这个开端 是吧 最初是万物从那里来的 比如我们刚才你讲了 像泰勒斯说万物从水里边来 阿拉克希曼德说 阿培朗是万物的美元 阿拉克希米尼说 气是万物的美元 这种解释用某种物质形态 当然也包括阿拉克希曼德的一种 说不清楚到底是什么东西 这种物质形态 那么也就是说 无论是水 无论是气 无论是这个阿培朗 这种物质形态 用他来解释万物 他们都是作为万物的 beginning 都是作为开端 但是呢 毕达克拉斯呢 他上来解释万物的本元了 他就不是这种 寻根溯源去寻找万物的物质形态的开端 而是直接把握事物背后的某种规定性 而这种规定性就是数 事实上呢 如果要是从思想的起源上来说 我们可以发现 早在古希腊的时候 早在古希腊的悲 神话传说史诗和悲剧中间 就已经有一种关于命运的思想 这一点跟毕达克拉斯同时代 盛行于希腊各城邦的希腊悲剧 非常明确的突出 轰托了一个命运的主题 大家知道 凡是看过像埃斯库洛斯 索福克拉斯 奥迪比特斯 这些希腊悲剧家 尤其是前两大悲剧家 埃斯库洛斯 索福克拉斯 他们的悲剧的时候 的同学 大家都知道 古希腊悲剧 极力轰托 轰托出来的就是一个命运的主题 希腊悲剧中的那些英雄 比如说 阿克流斯 比如说 俄迪普斯 甚至包括神 普罗米修斯 他们都有自己 逃脱不了 争夺不了的命运 他们都有自己的一套规定性 这一套人生的规定性 就是命运 但是希腊悲剧呢 它毕竟是一种文艺形式 它是一种异象的形式 而不是概念的形式 来反映这种命运决定的思想 那么毕达克拉斯提出的 树北元说 在某种意义上 我个人认为 就是对希腊悲剧中的 命运决定论的思想的 一种哲学的提面 一种抽象的提升 就把这种决定的英雄和诸神的 我们说这个 生平 以及结果 的命运 把它称之为叫树 那么下面呢 我们首先呢 解释一下 毕达克拉斯 关于这个树的 树北元说的基本内涵 基本内容 毕达克拉斯提出 万物都是由树所决定的 而树呢 又是最基本的树是一 所以他有时候又说 一是万物的北元 因为树是万物的北元 而树最基本的树是一 所以一又是万物的北元 那么树是怎么样和万物发生联系的呢 毕达克拉斯 以及他的门徒们 就整个毕达克拉斯学派 通过经验的观察 他们发现 任何事物背后都有数量 规定性 毕达克拉斯本人呢 据说也是不仅是一个 伟大的学家 当然也是个宗教 神秘主义团体的一个创始人 同时也是一个伟大的数学家 而且他精通音乐 精通音乐 那么他通过对数学的研究 和对音乐的研究 他发现这个数量关系 决定着这个万物 决定着事物之间的差别 决定着这个音程和音质 音程音阶啊 这些东西都是被这个数量关系决定的 凡是懂音乐 这点我本人是不太懂音乐 我在音乐方面是比较外行的 但大家知道 这个音乐本身 这个古希腊人的时候 那个时候有 也有古希腊的一些乐器 古希腊的竖琴 古希腊的这个单弦琴 这样的一些东西 那么他们发现 这个每一个 这个马 这个 就是音 这个弦上的这个马 这个距离啊 是决定这个音的 声音 所以把这个马的距离不同 这个长短进行调整 这个声音也就会发生变化 同样 在数学方面也是这样 是吧 那么皮特格拉斯作为一个数学家 他观察到任何事物都有数的规定性 那么这样一来了 他们就从表面上是千差百亿形态各异的万事万物背后 发现他们都具有某种共同的东西 某种共同的规定性 那就是数量的规定性 我们刚才讲到 米尼都学派第二位哲学家 阿拉克西曼德 提出了阿派朗就是无定型作为万物背后 但是呢 阿拉克西曼德的学生阿拉克西米尼 就试图找出一种 既具有无定型特点 但是同时又是某种具体的东西的这种 气 来克服阿派朗的 纯粹的否定性的这个 缺憾 是吧 因为阿派朗只是个纯粹否定性的概念 他没有肯定是什么东西 而气呢 显然是超越的 但是我觉得 同为阿拉克西曼德的学生 比达格拉斯的做法 就要比阿拉克西米尼的做法更加高明 比达格拉斯在万物的这一种 无定型的万物背后 恰恰要寻找一种有定型的东西 这个有定型的东西就是数 但是呢 数作为一种有定型的东西 已经不是像气那样 一种作为感官对象的 具体物质具体的物质形态的进行 而是一种抽象形态的 数是只有通过抽象的示威才能把握的 同学们都知道 每一个事物都有自己的数的规定性 数量规定性 都有自己的量的规定性 就是数 但是呢 数每一个事物的数又不是我们能够通过 直观的方式把握的 只能通过抽象的示威才能把它抽出来 是吧 你比如说我们说 五匹马 和五个苹果 苹果和马是完全不相干的 风马流不相击的 是 但是呢 他们如果说有某种共同的地方 就是他们都是五 五个苹果 五匹马 但是这个五呢 是要抽出来的 当你已经在思想中能够有了五这样一个抽象概念的时候 说明你已经从具体的事物形态已经上升到一个量的抽象 一个数量关系的抽象 这个抽象过程实际上我们每个同学在小时候都发生过 都经历过 只不过这个过程呢 是很自然而然的进行的 所以我们 没有引以注意 没有引起我们的关注 我们也没有刻意的去进行这样的一个 一个活动 在进行这个活动的时候 我们也没有刻意去反思 所以我们自己想想 当我们最初能够懂得五是什么意思的时候 这时候实际上你的抽象能力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当你已经知道五不是只是指五个苹果 它同时也可以指五匹马 五个人 五张桌子等等东西的时候 那你这个抽象水平已经达得很高 你已经把五从具体的形态里面抽出来了 而这个五在这个地方 它就是一个定性 它就是各种不同的事物 各种千差百亿生命变化事物背后的一个不变不动的东西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那么毕达哥拉斯和阿拉克西米尼一样 都企图找出某种 在无定型的背后找出某种定性的东西 但是呢 阿拉克西米尼找的定性的一气 是一种自然形态 仍然是我们感官的对象 尽管它 对于感觉来说要把握它比较困难 但是它仍然属于感官的对象 它仍然是具体形态 而毕达哥拉斯的素 就是一种抽象形态 它已经远远 它从根本上超越了感官 因为素已经是一种 只有在抽象时为中才能把握的 事实上并不存在一个素这样的东西 并没有一个素 尽管万事万物里面都有素的规定性 但是素绝不能独立的存在 它必须寓于万事之中 因此要从万事万物之中抽出示篮 发现素 认识到素 这本身是需要你的抽象示威能力 而不是需要你的感觉直观能力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毕达哥拉斯把素做过我们本颜 说明在抽象方面 希腊人又往前埋起了一大 这就是说毕达哥拉斯的这个 素本颜说的这个 毕达哥拉斯认为素数万物的美元 同时又认为一又是素的美元 万事万物都是由一构成的 他认为一是一个基本数 是素的美元 素是万物的美元 一又是素的美元 一那作为一个基本数 它既可以构成偶数 也可以构成偶数 而所有的素 无非不是偶数 就是偶数 因此毕达哥拉斯呢 他就提出啊 这个一本身并不是 偶数 当然一根不是偶数 他认为 第一个偶数是二 第一个偶数是三 而一那是个基本数 一加上一个偶数 就构成了偶数 加上一个偶数 就构成了偶数 所以一是一个最基本数 那么这样呢 万物的美元是素 素的美元又是 就是那万事万物 最终的美元 那么关于一是怎么样 和素和物 万物发生关系的 在这地方我们可以发现 尽管我们刚才说 毕达哥拉斯啊 在抽象的方面 迈出了一大步 但是我们说 毕竟作为第一个 西方形而上学 而不是自然哲学的思想家 毕达哥拉斯 在走抽象这条路上 也不可能说 一处而就 一下子就达到 极高的抽象水平 他的抽象仍然还是 跟很多巨象东西 结合在一块 比如说 在用素来解释 万物的时候 他就有两种不同的解释 这两种不同的解释 头一种很明显 还是没有摆脱巨象 没有摆脱感性的色彩 而第二种解释呢 就明显的带有抽象色彩 但是正因为他带有抽象色彩 所以第二种解释就比较神秘 我们先介绍他第一种解释 观点 再介绍他第二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呢 就是说 树怎么样构成了 万树万物啊 毕达哥拉斯是这样 形象的树 他认为树的表现是一 一是什么呢 他认为一就是个点 一个点是一 二是什么呢 一构成了二 那么一加上自身 一和自身相加就构成了二 第一个偶数 二是什么呢 二就是两个一 而两个一就构成了一条直直线 所以两个一就是二 二就是一条线 三个一 在一条线外面再加一个一 一连起来就是一个面 四个一 就是一个体 因此一是点 二是线 三是面 四是体 是吧 然后体就构成了 水和土气 然后水和土气再构成万物 他是这样的解释 这样一种做法呢 我们说还没有摆脱 毕达哥拉 还没有摆脱米尼都 早期米尼都学派的那种 从物质形态方面来解释万物的 这种做法 仍然还是带有一点 我们称之为叫 唯物主义色彩的东西 很紧 这一种解释我们说是 没有摆脱 没有彻底抽象 还是跟具象 还是跟具体的东西 跟感性联系在一块 所以这种点线面体构成万物 而点线面体分别是一二三四 所以一二三四分别构成万物 这种说法呢 我们说基本上还是受到自然哲学的影响 这是第一种解释 第二种解释呢 就比较神秘了 而且抽象神度就比较高了 那就是比达格拉斯关于树的一套神秘主义树 比达格拉斯认为树本身 它是跟比例连在一块的 因此他提出了十对范畴 这个十对范畴实际上在某种情况下 就是以基数和偶数为根基 以定型和无定型作为根基 以基数和偶数定型无定型作为根基 来发展出十对对立的概念 十对对立的范畴 这十对对立的范畴分别是什么呢 就是有定型和无定型 基数和偶数 一和多 这个阳和阴 上和恶 子和曲 阳 阳这个明和暗 然后还有就是 动静与动 以及最后还有正方与长方 选来他找了九个 最后找不出来的就是正方与长方 正方与长方实际上不是对立的 对吧 他只要正方与长方 这样他认为这十对范畴 左边的都是好的 右边的都是坏的 还是这样简单的把它列出来 那么这些东西呢 实际上都是一一对应的 是一种比例关系 而且呢 他对于这个树的一种神秘主义解释 更多的是通过一种象征所表现出来 也就是说他认为 每个树实际上都象征着某种神秘的 一种力量 或者象征着某种神秘的关系 某种神秘的一种性质 比如说他认为一就是真 为什么一 坚持自己啊 坚持起见了 一嘛 不动摇嘛 一嘛 所以是真 二 他认为就是意见 左右摇摆 这叫二 是吧 所以二是意见 大家知道 我们从现在开始结束这两个概念 真理和意见 以后我们再讲整个希腊史 哲学史上我们发现 这两个概念一直被很多哲学家所坚持 真理肯定是正确的 意见肯定是不好的 意见就表示为一种什么呢 一种俗见 是吧 下里巴人的一种世纪 下里巴人的一种世纪 自徒的一种见解 一种不能跟大雅士堂的一种留俗的一种观点叫意见 而真理嘛 真知若见 那就真理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毕大格拉斯最早提出来 认为一是真理 二呢 由于摇摆不定 所以是意见 四和九 他认为是什么呢 就是正义 公平 为什么呢 因为四是第一个偶数的平方 九是第一个基数的平方 我们刚刚说了 一不算基数 也不算偶数 第一个基数是三 所以第一个偶数的平方 四 第一个基数平方 九 他认为这正好长和宽是一样的 用企和图形表示平方就是长宽相等 就是这个四方形 正方形 所以他认为这个就是正义 还是公平 五 他认为五是什么 是婚姻 为什么五是婚姻呢 因为他认为是第一个偶数加第一个基数 所以阴阳相配 两极相和 那就是五 所以五就象征着一切相反相成的 是 所以叫婚姻 然后呢 八呢 他认为是 友谊和爱情 因为八呢 音乐是八度谐音 他是个音 我说他是个 京东音律的一位谐音学家 所以他能八度谐音嘛 所以 八度音嘛 所以他指这个音 八就是 爱情和友谊 而十呢 就是和谐和完美 为什么呢 十是和音 因为十是一二三四加的一块的综合 一二三四相加就等于十 所以他认为十是 而且十 自然树我们说十也是 到十就就位了 所以十呢 他认为这是 这个最和谐的 所以这样一来了 那么 这一套关于 每个树都象征着某种意义 来到自然界 他认为 自然界的事物就是对树的模仿 因此只要 大凡具有一这个特点的树 那总是 象征真理 具有二这个特点树 总是象征着 摇摆不定 这一点就有点像我们今天算命 测字 测树一样的 是吧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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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我们现在很多 包括我们民间 现在也是这样 有一种迷信的观点 比如说 八 六啊 这些就是比较极力的数字 而什么四啊 十三啊 这个就是不极力的数字 这个实际上在我们讲 比达卡拉斯的思想就是这样 这样一来 这个树就带有神秘主义社会 而这个树就抽象了 就是大凡具有这样一种数量关系的 那事物可能就具有这个树所具有的性质 这样呢具体的事物就成为对树的一个模仿 而树就构成了事物的一个原本 具体的事物反过来是模仿了这个树 这样一来当然我们是树就高度抽象 树和万事万物之间就分离了 具体的事物只是对树的一种模仿 一种表现 这样一来就把树神秘化了 但是同时也把树抽象化了 这就是他关于树的第二种解释 因此这两种解释合在一块 合见 比达卡拉斯那个地方 以及当然我们很难把比达卡拉斯本人的思想和比达卡拉斯学派分开 但是至少我们可以看到 在他那个地方 我们可以说树的观点还没有完全摆破形 还没有完全抽象 仍然还是跟具体的形 跟具体的形象的东西联系在一块 于是乎呢 我想我们这就引出来 关于比达卡拉斯的树的一个危机的问题 就是树与形的关系问题 据说比达卡拉斯学派啊 发生了一次 导致了树学史上的一次大危机的发生 这个危机就涉及到树和形的关系问题 大家知道希腊人啊 并不是最早开始啊 在广义的数学方面 这个 创立广义的数学的民族 在希腊之前 埃及人早就已经创立了几何学 但大家知道几何学是跟形联在一块 几何学它是跟经验联在一块 它摆脱不了形 但是数学是高度抽象的 它是摆脱形体的 因此从几何学到数学的转变 那是希腊人的伟大的贡献 希腊人在几何学方面不是创建者 但是希腊人决把埃及人创立的几何学 进一步发展到代数 发展到抽象的代数 而大家知道 一旦从几何进入到代数 进入到数学 或者我们说狭义的数学 代数的话 大家知道就完全摆脱形了 所以从形到数 之间这个过渡 恰恰是从埃及到希腊的一个 在广义的数学方面的一个重要变化 而这个变化恰恰本身既是比达格拉斯学派的功劳 同时也导致了比达格拉斯学派的一个重大危机 因为比达格拉斯学派 在这样一个从形到数的转变过程中 创立了一个重要的数学定律 就是比达格拉斯定律 也就是我们中国叫做勾股悬定律 但是同样也正是由于比达格拉斯这个勾股悬 就是比达格拉斯定律的创立 立即又就导致了数学史上的第一次危机 也就是关于这个不可工业术或者无理术的危机